先是儒哥为了郁自涵要要向他动手 再就是不想看到儒哥伤心 不惜耗尽功力救郁自涵 也因此差点把自己的面都给交代了 后来好不容易醒来 却得知儒哥跟郁自涵在外行军打仗被暗非公包围 为了让儒哥摆脱困局 人气还没恢复过来的饮雪 又耗尽好不容易修回来的一点功力 虽然就回儒哥 但自己却雪山加霜 如此不顾一切的付出 让雪哥ZP门心疼不已 纷纷喊话 如果两人最后没有好结果 就回给编剧寄刀片 不过尹雪还是挺幸运的 他有一位对他忠心耿耿的徒弟 有秦红 有秦红本是上金求取功名的书生 却没想到被同乡陷害而名落森山 为此他闯进品花楼追杀那位同乡 却没想到因此结识到尹雪 并被尹雪收位徒弟 据说在原著中 有秦红也是暗和宫的人 但是在电视剧却把载编成一位有情留意 对尹雪忠心耿耿的有脾气的书生 尹雪化血为荣后 所有人包括如歌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只有有秦红不相信 并独自上飘鸟之边寻找尹雪 最让人感动的是 当尹雪因为再次就如歌 逆天而行 差点怪了时 是有秦红他又耗尽一生 功力为尹雪疗伤 尹雪有这个徒弟真是不白收 太值得了